据说每个退伍军人对危险都有一种天然直觉 特别是那些真正上过战场活下来的老兵 第六感告诉巴德列车有些不对劲 一名中东男子貌言低矮穿着臃肿 稍显慌张地打完电话 随手就掰碎手机扔进了垃圾桶 上车前还特意环顾了一下四周 巴德起初只是感到有些疑惑 然而没一会儿列车员就过来敲厕所门 看列车员的表情 很显然大事不妙 自己的一双儿女还在列车上 巴德决定主动出击 他找到列车员 然后亮明自己的警察身份 果然得知 列车上很可能有一枚自杀石人弹 此时应该就躲在厕所里 列车员告诉巴德 反恐警察已经在下一站部署完毕 但巴德只知道 如果人弹敢受到列车刹车 很可能当场引爆炸弹 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解除危机 让列车员解锁厕所的同时打开车门 想等恐怖分子出来的一瞬间将其推下列车 然而万万没想到 该名嫌犯身上似乎并没有炸弹装置 巴德通知列车员危险解除 然而危险真的解除了吗 他决定检查一下厕所是否有炸弹风景 然而一推门 车内真的有一枚自杀石人弹 家乡话让女人情绪有所管 然而巴德稍微一动 这是个好现象 说明女人并不是真的想要按下引爆器 巴德首先亮明自己的警察身份 并告诉女人伦敦特警部队已经准备就绪 只要乖乖配合就能结束这可怕的一切 见女人没有反对 她就开始通知疏散乘客 期间不断地和女人聊天 得知女人叫奈迪亚 是被丈夫洗脑胁迫才成为了人蛋 还给她看了自己一双儿女的照片 这个方法果然有效 女人放松了不少 然而列车进站 警笛响起 女人又开始紧张了 巴德急忙安抚女人 你和你的丈夫都被洗脑 政客满嘴谎言都是懦夫 他们坐在空调办公室里享受一切 却让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成为牺牲品 为他们而死真的不值得 女人终于再次安静下来 特警们开始上车排报 他们全副武装带着防暴盾 要求巴德离开 处理人蛋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一枪毙命 但巴德看见了女人双眼中闪烁的泪花 一边用自己的身体作为眼 一边表示女人愿意配合投降 请求特警部队派拆弹专家上来的同时 巴德示意女人高举双手贴紧自己 因为他坚信特警不会朝自己人开枪 然而特警还是不想冒险 坚持让巴德让开身位击毙人蛋 可上过战场的巴德身之平民 在政治中的无辜 他开始抱着女人转拳 这么近的距离 狙击枪的子弹可以轻易打穿两个人的身体 特警队无奈只好找来拆弹专家 巴德全程陪同拆弹 直到这场惊心动魄的恐怖袭击彻底解负 但谁又能想到 这仅仅只是一系列可怕事件的开始 巴德将一双儿女交给了妻子 然后转身走了 原来巴德早年被送往了阿富汗服役 战场留给他的只有满身伤痕和硬机创伤障案 为了养家糊口 他隐瞒了病情在要员保护组织上班 第二天早上 火车恐袭案成为了英国头条 作为解除危机的英雄 巴德得到了伦敦警局总警斯洛林的晋升 为以他贴身保护英国内政大臣朱利亚的重任 朱利亚作为英国当前最活跃的政客 不仅投票支持军队参加海外战争 还推出了一部有损民众隐私的调查权法案 恰巧这两种都不是巴德所喜欢的 但秉承着保镖的专业素养 他还是打起12分精神注意一切可疑动向 不仅专业评估道路状况 还强硬改换更加安全的行车路线 并且将朱利亚晾在门口好长一段时间 按照标准流程仔细检查房间每个角落 这让常年身居高位的朱利亚很是不熟 然而当他看见巴德阻止恐袭的报告 第一次对这个新来的贴身保镖感到好奇 他为之前的傲慢向巴德道歉 为了推动调查权法案的头目 朱利亚为此精心准备了电视演讲 然而就在上台前一秒 不断地傻笑 眼看时间来不及 巴德脱下自己的衬衫递了过去 如此难有力爆棚的贴身保镖 即使身为内政大臣的朱利亚也不免错误 但他不知道的是巴德一直有的心结 战场上的可怕经历让他有些无法控制自己 想到那些被政客送上战场牺牲的好兄弟 巴德在心底最深处总有大干一场的冲突 然而两个小孩又让他很是需要这份工作 就在巴德心烦意乱之际 突然收到楼上办公室的警报 立即跑步前进 喝醉闲杂人等 搭乘电梯途中解枪准备 连续深呼吸保持最佳状态 好在一切仅仅只是虚惊一场 原来朱利亚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辞退了粗心助理 助理见此满嘴法克尔大闹内政办公室 巴德礼貌地将助理请离 全程贴身护送直到门口 只是没想到一个小小助理 前来接他离开的竟然是价值300万的路 不过这一切都与巴德无关 贴身保镖的日常除开保证安全外 有时候还帮忙解围 朱利亚的前夫作为党魁一直有志首相之位 此次前来就是警告朱利亚不要节外生殖 巴德为了安全起见让他们进屋内谈 没想到前夫傲慢无比 大声喝骂巴德为猴子 巴德直接回到我是混血 前夫瞬间哑口无言 要知道在英国 骂混血为猴子有种族歧视的嫌疑 巴德这个谎言自然瞒不过朱利亚 他嘴角微翘对这个贴身保镖愈发满意 回到别墅还不忘把洗好的衬衫归还 只是得知巴德已经有了家事后有一丢丢失落 然而巴德和妻子现在并不和睦 战后创伤障碍让巴德情绪很是不稳 只要一放松就会焦虑失贴 甚至使用暴力 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加上长期分居 妻子不仅阻止他见孩子甚至开始考虑离婚 面对这种不理解 这位保镖 这位丈夫 这位父亲 他只求了妻子一件事 晚上巴德来到一处战后创伤互助会 这里都是被朱利亚等政客送上战场的可怜人 受伤回国后因为创伤障碍没人愿意雇佣他们 不过今天好像来了一个新人 好兄弟巴勒说 他们的一切都被无良政客毁了 也许暴力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巴德没有回应 他现在正为小儿子的阅读障碍症苦恼 妻子打电话来抱怨特殊学校没位置 但巴德一个小小警长也没办法 不过后座的朱利亚可是内政部长 政客们的工作就是每天不断开会 今天朱利亚私下会见了国安部长老登 原来国安部老登收到现任情报 一伙恐怖团伙准备袭击伦敦一所学校 而且他们的目标很可能就是巴德的孩子 就目前来看 这应该是对巴德阻止火车恐袭案的报复 但警员家人的信息一般都经过严格保密 要么是巴德自己不小心泄露 要么是伦敦警察局中有内鬼 朱利亚并没有将此事告诉巴德 只是让国安部加强安全防护 随后召开了火车恐袭案的调查报告会 然而数天时间过去 负责反恐的总警舰安妮依然没有任何线索 国安部长老登趁此机会建议加入协助调查 可朱利亚哪能不明白这是想要分权 不过这一切都和巴德毫无关系 很快伦敦警局也收到了恐怖袭击的线报 之前一直监视的恐怖分子突然行动 还没等特警队准备就位 恐怖分子就驾驶一辆白色货车冲出 意识到不妙的安妮立即下令军事截停 必要时可直接将其击毙 收到指令的警员立即飞车追击 一脚油门排水区超车上前阻弹 然而吨位相差过大背直接撞 危急时刻 国安部的探员驾车 数名探员小心翼翼上前检查状况 然而万万没想到 两名嫌犯和三名警员当场报销 听到没有老师和学生受伤 朱利亚紧绷的心总算松了一下 立即准备前往和首相召开危机应对会议 同时下令将恐袭等级提升至严重 出于私人感情 朱利亚第一时间通知了巴德家人无碍 巴德虽然疑惑为何朱利亚知道自己家人信息 可出于职业素养也没有多问 伦敦警局暂时也无法确定巴德是否为下一个目标 为了避免内政部长被牵连其中 要员保护组的总警斯洛林 暂时将巴德调离等待重新分配 同时妻儿也被接到了警方安全屋 巴德很是愤怒 大声质问为何不去追查信息泄露的渠道 反而变相惩罚将他降职 然而他一个小警员无论如何也只能服从 因为警局绝不会承认是内部泄露信息 本以为回到家能够得到妻子的安慰 可妻子却指责是他连累了自己的孩子 应急创伤加上家人的不理解 巴德找到好兄弟巴连倾诉命运不公 巴连表示 这些政客仅仅几句话就将他们送上战场 政客享受利益承担后果的却是他们 如果有机会 也该让这些政客感受一下承担后果的滋味 谁能想到巴德才是内政部长身边最大的安全隐患 接连发生的恐袭案件让英国人坠坠不安 第二天朱利亚就想学爆炸案召开了会议 总警舰安妮首先指出炸弹痕迹与火车恐袭案移植 从结构和制造手法来看应该出自同一人之手 很有可能是同一伙人针对巴德的暴露 至于到底是谁泄露了巴德家人信息 国安部长大胆猜测是警局中出了内部 朱利亚也开始怀疑警方的办案能力 于是下令让国安部主导参与纳迪亚的审讯 这样史无前例的做法总警舰安妮自然不同意 然而朱利亚强硬地表示 巴德作为唯一一个阻止过爆炸的警官 你们竟然错误地把他从我的保护团队调口 还不等总警舰安妮反应就直接结束会议 内政部长分权伦敦警局的行为 让身为内政副部长的卖书很是差 心中隐隐感觉朱利亚有更大的图谋 另一边的巴德 竟然意外收到了特殊学校的入学通知 很显然是有人动用了关系帮他 而总警斯洛林也极不情愿地恢复了他工作 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朱利亚的运作 就在巴德重新担任贴身保镖的同时 办公室内的权力斗争风起明涌 朱利亚会见国安部长老登 却将内政副部长麦树置开 谈话间似乎提及了某样极其重要的情报 鉴于英国目前面临的严峻恐极危险 首相作为最高领导召开决策会议 然而就在朱利亚返回内政部的途中 司机当场报销 巴德俯身操控车辆前 袭击之人明显是个高手 巴德安抚朱利亚俯身躲避的同时 联络总指挥部紧急支援并告知当前处境 得知武装支援需要两分钟就位 透过后视镜观察队友情况 吩咐原地躲避等待救援 狙击枪能穿透玻璃却无法穿透防弹钢板 在生死面前 平时冷酷宛如女王的朱利亚终于露出柔弱一面 巴德一边安慰一边继续呼叫支援 然而得到的回复仍然是需要等待两分钟 眼见警方靠不住 巴德分析眼前状况 车辆停下后子弹全部集中在车辆 防弹钢板虽然肩挺但也有极限 爬到后座从右侧下车 首先观察周围确定没有枪手通辅 随后冒险掏出手机往枪线拍照 放大照片成功找到枪手位置 呼叫总指挥部派遣武装直升机支援 然而依然是需要等待两分钟的回复 巴德怒不可遏将接线员一通臭马 随后果断开始行动 拉下队友尸体 半躺上车规避枪手视线 无线电通知后车跟紧保护 两侧街道无法躲避 一脚油门倒车直冲枪手锁在楼下 利用防弹车顶一死两枪 螺旋飘移躲进枪手视线囊区 拿上武器戴好警帽 一边前进一边表明身份 在保安的指引下往楼顶搜索 然而当他看到狙击手的真容却瞬间呆住 竟然是自己的好兄弟巴连 巴连正在执行不可能放巴连离去 而巴连也没反抗 只是淡定掏枪 巴连自然明白好兄弟为何刺杀朱利亚 他也同样痛恨那些将他们送上战场的无良政客 可他不能像巴连这样偏激 因为他还有妻儿需要守护 遭遇袭击的朱利亚被转移到了安全屋 他问巴连为何警方的支援迟迟迟不倒 谁又有能力和动机阻碍武装警察行动 巴连说只有反恐部门负责人 原来希望他死的不仅有刺客还有总警监安宁 正弹的无情残酷让朱利亚全身都止不住地颤抖 巴德身是上前安慰却不敢触碰 这一刻的朱利亚宛如脆弱的小猫 他常年身居高位却婚姻不幸独居多年 面前这个男人沉稳果决 有他作为贴身保镖就有无限的安全感 两个在枪口下逃生的孤独灵魂彼此连接 如此暧昧的氛围加上长期压抑 漫漫长夜无需多言一切水到渠成 不管朱利亚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如何强硬 只要回到安全屋就会卸下带刺的外壳 将自己最柔弱的一面展示给巴德 只跟只底的两人关系愈发浓烈 他们也不清楚这段私人情感会带来什么变化 激情一夜 大众面前的朱利亚又再次恢复冷酷模样 丝毫看不出刺杀案件的影响 见到朱利亚如此卖力地推行调查权法案 这让麦树一下想到了最近的传言 看来朱利亚很可能参选下一届首相 当即拨通总警监安妮的电话 而巴德也被叫回警局总部 两位警局上司将朱利亚描述成危险政客 内政部和国安部过于暧昧已经影响国家安全 他们会提供监听设备对其进行监控 巴德只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直接拒绝 然而安妮却放出重磅消息 在小学恐袭爆炸案中 朱利亚其实早就知道巴德的孩子是恐袭目标 她只需要一句话就能阻止爆炸发生 然而事实却是将你孩子置于危险之地 这个危险的女人如此演戏 只是让你甘心为她卖命 巴德由于在三岁中同意监控 就在这天晚上一名神秘人秘密会见了朱利亚 还递出一份机密材料 并强调材料只能在限定的时间里阅读 之后便会拒绝访问需要再次破解 听见来人准备离开 巴德放下监听设备转身出门 以例行公事唯有询问了神秘人的身份 来人似乎很熟悉巴德并且说已经获得各种批准 大方报上了自己的名字理查德 一切看来都是正规程序合理合法 而此时屋内的朱利亚也被资料震惊 上面详细记录了现任首相酗酒吸毒等等黑量 甚至还有侵犯多名未成年女孩的丑闻 如果公布出去必然会掀翻整个英国政坛 然而朱利亚并没有第一时间公布出去 第二天照常召开恐袭调查报告会议 不过却将伦敦警局排除在外 国安部长老登做出最新报告 小学爆炸案嫌疑人的手机上出现了巴德家人信息 刺杀案的狙击手提前知道了内政部长行程 种种迹象说明警局有人泄露了机密信息 内政副部长麦书还想活心理 但老登却和朱利亚开启了小会 原来昨晚那份首相黑料来自国安部 一切只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扳倒首相 警方很快得知朱利亚收到一个包裹 立马召回巴德询问监听情况 巴德虽然偷看过资料 但平板有红外感应无法拍照 虽然记下了资料关键词 可不想卷入权力斗争的他表示 资料都是朱利亚随身携带无法查看 而就在当晚 朱利亚让巴德秘密带着他连夜出场 目的地正是首相的观点 然而他私下面见首相的事情很快传开 这一消息让各方势力坐立难安 内政副部长麦书将消息带给朱利亚前夫党编程 在重新洗牌前他们必须有所行动 而国安部长老登直接破口大骂 这一步远远超出了他们对朱利亚的掌控 所有人都知道朱利亚和首相达成了某种共识 为了提高影响力进一步推动调查权法案 朱利亚决定在大学进行公开演讲 前往大学的路上到处都是抗议人群 在政客看来 调查权法案有利于反恐调查 可在平民看来这是让国安等部门合法侵犯个人隐私 在巴德的贴身保护下 四处横飞的炸弹丝毫没有碰到朱利亚 而大学里的威胁早就被警方清理干净 也许是察觉到巴德最近对自己很冷淡 于是在上场前说出了一直困扰巴德的事 之所以没有提前告知学校会被袭击 是因为他也无法确定这个消息是否属实 为了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他只能下令加强附近所有学校的安防工作 所以事发时之缘才会那么快担到 巴德想说谢谢有你却欲言又止 刚想离开却被朱利亚一把拉住 我希望你在我身边并不是因为职责所需 而是心之所向 这突如其来的表白让巴德愣在当场 慌乱的心中还有男人无声的承诺 他必用尽全力保护朱利亚的安全 所以在演讲的时候 巴德仔细观察会场的每一个戏剂 突然发现有人在大门外鬼鬼碎碎 出来一看竟然是新来的秘书胡子哥 原来内政顾问罗布此前打来变化 说发现演讲岛中存在重大错误需要进去提醒 巴德对于文件啥的没有兴趣 只是让胡子哥打开箱子仔细检查 确认没有任何危险物品后 将人放进了后台 然而刚刚进去他们就发现了异常 待烟雾散去后 巴德受伤不清 第一时间爬起来查看朱利亚伤势 然而情况并不乐观 昏迷不醒的同时脉搏也十分微弱 只能用身体掩护避免可能的二次袭击 为了不引起社会恐慌 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封锁了朱利亚受伤的消息 首相则令将前后两起袭击案件合并一起调查 反恐负责人安妮很是头大 枪击案中已经确定局中有内部 可枪手的身份似乎被人有意掩盖 一时无法查清 而大学会场警方也做过全面清查 就目前而言拿着文件箱的胡子哥嫌疑最大 但就算将现场视频逐针观看 也无法确定爆炸来源就是手提箱 所以只有等待技术部门的鉴定节目 出了这么大的事 所有相关人员都会被例行搜查 巴德的公寓同样如此 人也被带到警局例行问话 根据现有线索推断 胡子哥在进入会场前只和巴德有过接触 之前的火车恐袭案加上小学爆炸案都和巴德有关 而且在巴德担任内政部长贴身保镖后 朱利亚就在极短时间内接连遭受两起袭击 要说这一切都是巧合 负责案件调查的迪克和罗斯绝对如性 可此时巴德同样为此感到疑惑 演讲现场经过警方严密搜查且配有安保 小胡子是通过国安部严格审查的贴身秘书 手提箱自己检查过绝对没有炸弹 那么炸弹到底是通过何种方式进入会场 由于朱利亚还在医院抢救 首相委任麦书暂代内政大臣 而他上任的第一件事 就是撤回朱利亚当初下放给国安部的权利 由安妮带领的警局全权处理爆炸案 巴德守在医院随时待命 然而等到的却是朱利亚不治身亡的消息 朱利亚不仅仅是他的保护对象 更是他寄托脆弱情感的灵魂伴侣 如今工作停职 好兄弟惨死 以及和妻子那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 种种负面情绪被应激创伤放大漫漫将巴德吞噬 他无法原谅自己 认为是自己疏于保护害死了朱利亚 认为是自己的存在让家人陷入了危险之中 他回到公寓拿出手枪 分别给妻儿留下一封遗书后 巴德拖着疲惫的身躯含泪扣动扳机 妻子从电视上得知了最近的消息 很是担心地跑来查看巴德的情况 然而打开门后却让他呆立当场 太阳穴上的伤口和黄铜碎片触目惊心 桌上的三封遗书更是表明巴德做了傻事 不过现在奇怪的是 手枪里的子弹不知何时被人替换成了空包弹 这个公寓除开巴德外 理应只有之前例行搜查的罗斯来过 见巴德这副想不开的模样 妻子也只能推掉和新男友的约会 带他和孩子们共进晚餐 孩子们好奇地询问爸爸为何戴上帽子 看着孩子们天真的小脸 感受到久违家庭温暖的巴德 对自杀感到深深愧疚 孩子们的拥抱让巴德找回了求生动力 他怎么可以懦弱到让孩子们失去父亲 必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到真凶 就目前而言有四处疑点 第一是巴德公寓的手枪被谁动了手脚 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 第二是胡子哥的文件箱中到底有没有炸弹 炸弹又是出自哪方的手 第三是传递首相黑料的理查德 是否和朱利亚被害有关 这其中又有哪些权力纠缠 第四是枪击案中的巴脸 又是从哪里得到了内政部长的刑程 这些机密信息除开自己之外 就只有警方高层才有权限 第一个问题巴德暂时想不明白 警方虽然搜查过他的房间 但他们没有理由也不会恶作剧自己 很显然牵扯其中的另有其人 第二个问题警方很快就有了答案 通过监控还原了文件箱的出现过程 最初由顾问罗布交给胡子哥 接到文件箱的胡子哥将文件交给朱利亚后 突然接到罗布电话说文件措辞有重大问题 此后被巴德拦下检查完毕进入会场 也就是说文件箱中应该没有炸弹 不过很明显罗布有着重大嫌疑 然而当迪克将资料交给上司安妮时 安妮却眉头紧撞 他们刚刚和内政部兵士前嫌不宜大动耽搁 迪克破案心切无奈也只能失望离开 随后安妮就拨通了麦书的电话 很显然这只老狐狸同样在做着某些谋划 果然没一会麦书就叫来罗布 面对即将到来的搜查罗布很是慌张 无断重复这不是我的主意与他无关 麦书表示 已经给他准备好说辞并找了最好的律师 然而等到例行问话的时候 罗布略显慌张的神情 还是引起了迪克和罗斯的注意 手提箱和罗布那通电话 一定有着见不得人的秘密 甚至有可能是触发炸弹的观点 巴德这边开始对理查德展开调查 那份首相黑料很可能是朱利亚遇刺的原因 然而调去酒店监控才发现被人动了手脚 凡是关于理查德的时间段都被悄悄抹去 而巧合的是 朱利亚遇害大学的监控同样也被抹除了将近一个小时 很显然炸弹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安放 而要避开守卫抹除监控并安放炸弹 除开警方有能力外就只有国安部探员 巴德在警方系统筛查理查德的名字 果然没有查到任何信息 看来国安部在这次袭击中同样有着重大嫌疑 巴德根据自己的记忆画出了电子画像 而此时大学爆炸案又有了新的线索 通过现场炸弹痕迹的专业分析 是有人在会场地板下面预埋了炸弹 整个装置被放在一个密封容器中避开了警犬搜查 炸弹通过压力传感器引爆 而胡子哥的出现恰巧激活了炸弹 并且发现炸弹的制造手法和火车案高度相似 重新获取审讯权的警方立即提审了内迪亚 并让巴德参与审讯放松纳迪亚的防备 对于这个救命恩人 纳迪亚坦诚表示炸弹来自他的丈夫 也就是火车上的那个中东男人 胡过丈夫的炸弹来自哪里他就不得而知 只知道丈夫此前秘密见过一个男人 警方拿出数张嫌疑人画像让其变远 然而无论是小胡子还是巴脸 奈迪亚都表示没有见过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 巴德拿出理查德的电子画像 奈迪亚瞬间眼神飘忽紧张不已 在巴德的逼问下 奈迪亚连连点头表示就是此人和巴德瞬间呆滞 如果奈迪亚没有撒谎 那么参与朱利亚刺杀案件的必然有国安部 可一副电子画像不符合指认流程也不能作为证据 迪克和罗斯虽然是总警督 但权力依然不够 除非有更多直接证据表明国安部参与了刺杀 联想到之前的首相黑料 巴德立即返回公寓打开电箱 取出了藏在里面的U盘和笔记本 U盘里面是国安部提供污点材料的录音证据 而笔记本则是首相黑料的关键词 巴德找个无监控网吧上网一查 果然发现关键词相关已经被全部清除 而就在他搜索关键词不久后 理查德和庶民探员紧随而止 那么现在看来 首相已经和国安部勾结在一起 而首相是否参与刺杀还不得而知 巴德记下车牌号 随后返回警局调查车辆登记 然而没想到的是 总警斯诺林竟然拨通了国安部的电话 车牌信息同样也被系统屏蔽隐藏 眼见线索无法继续追查 巴德不得也向安妮透露了首相黑料的事情 能够绕开警局拜访内政部长 并且拥有追查网络关键字的权限 必然是国安部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不过让安妮疑惑的是 此前内政部和国安部关系亲密 为何会涉局杀害自己的盟友 就目前的局势来看 朱利亚死亡的受益者除开首相外 还有党魁前夫和升任代理内政部长的脉数 如果这些人都参与了刺杀案 到时候必然会掀翻整个英国政坛 如此场面就算是安妮一时也不知道如何调查 可巴德只想尽快查出真凶为朱利亚报仇 从住院警官得知 党魁前夫似乎很在意朱利亚的某个私人物品 巴德立即意识到他必然是在寻找首相黑料 随后直奔党魁前夫的选民见面会 虽然老狐狸表示没有律师不会回答任何问题 但巴德从他的神态已然得知资料还没找到 这边刚会完面 党魁前夫就找到卖书商量对策 自己的两个上司如此紧张 高级顾问罗布嗅到了一丝危险气息 第二天刚想跑路就被埋伏的巴德拦下 我相信你已经意识到整件事情快要收网 如果不想成为炮灰最好去反恐指挥部交代真相 最终罗布交代了自己知道的所有细节 原来朱利亚和国安部越来越频繁的非正式会面 让他们意识到朱利亚正在冲击首相之位 同样有志首相之位的党魁前夫亚历山大 刚好卖书同样感觉朱利亚失去控制 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在大学演讲稿中夹带不正确材料 让朱利亚当众出丑阻止他继续参选 为了不引火烧身 罗布指派了胡子哥递送材料 罗布再三表示 他们只是政客玩弄手段并不是杀人犯 至于为什么胡子哥会引爆炸弹就不得而止 巴德观察了整个审讯过程 条理清晰没有明显犹明 所以他说的应该是真话 不过他没有提到污点材料 那么炸弹是否由国安部安放 又恰巧由罗布等人社局处罚 就在巴德等人还在胡乱猜测自己 另一边国安部长老灯就收到了理查德的电子画像 他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完美不缺 不想自己最得力的下属去暴露 然而理查德却自信满满 果不其然下一秒 上级诺琳就将巴德叫到了办公室 他被举报和朱利亚有不正当关系 巴德立马意识到又是国安部搞谱 从整个事件的开端就一直有人泄命 如今就快要接近真相 希望给他机会继续调查 可诺琳直言巴德破坏警队生育并将他停止 如此一来事情陷入僵局 自己很可能随时被人暗杀 巴德主动找到妻子坦白婚外情的事 然而妻子没有感到任何惊讶 因为早在昨天就有人告诉了他这个消息 并且还向他索要某些私人物品 巴德立即拿出理查德的电子画像向妻子确认 得到肯定回答后 巴德立马意识到国安部同样没有找到污点材料 看来材料平板朱利亚并没有随身携带 那么他又会藏在什么地方 就在巴德整理思路时 警方关于巴连的调查又有了新的突破 巴连作为曾经的爆破专家并没有被监控 要么是巴连隐藏得够好 要么是国安局从中作梗 而且他当时所用的狙击枪同样没有任何记录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来自地下黑市 巴德立马约出一个地鼠朋友 用自己手枪作为诱饵的同时许以重金 让其帮自己弄一把同样的狙击步枪 也许从枪支来源会有所突破 而就在他返回公寓的时候 罗斯突然来访 警方发现巴德切尔所在安全屋监控莫名消失 结合之前的线索必然又是理查德所为 罗斯猜测国安局认定黑料在巴德手里 然而巴德并不知晓黑料所在 那么朱利亚到底将黑料藏在什么地方 两人第二天直奔朱利亚关底 房子也被彻底搜查且拿走所有电子设备 或许熟悉这里布局的巴德能发现不同寻常之处 两人在屋子转了一圈巴德表示没有任何线索 可却在离开时被一张照片吸引 很快又不动声色地离开 巴德回到警局立马查看朱利亚的心肠 发现他某个晚上回了关底大约四分钟 随后巴德心中就有了答案 而就在他喝咖啡整理线索时 竟然意外遇到了朱利亚的前助理 看看穿戴的名牌服饰和大金链子 显然这位助理丝毫没有被辞退影响 两人虽然仅仅共事很短一段时间 然而助理却表现得异常热情 留下电话号码后还想请他日后喝一杯 敏锐的巴德瞬间疑心大气 果然见他形色匆匆明显不是碰巧遇见 巴德拍下照片 才发现路虎司机竟然是一位黑帮大佬陆克 而此人之前还在巴脸的聚会上出现 巴德立即想到调查权法案 大家的关注点都在反恐方面的作用 殊不知这让国内犯罪组织同样无所遁形 政客们为了夺权可能会让朱利亚下台 可黑帮为了生存将会不择手段犯下谋杀 唯一不知道的是国安部为何与朱利亚反目 然而就在案件逐渐清晰时 巴德再次被人举报自杀未遂 总警斯诺林直接将他停职 在通过职业健康辅导治疗前 还取消了他的用枪许可 如此一来巴德就被踢出了调查小组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他继续调查真相的决心 当天晚上他便偷偷潜入朱利亚的家 果然在相框后找到了朱利亚藏起来的平板 有了这些资料 那些害怕资料曝光的势力必然会主动找到自己 而眼下最重要的是弄清楚黑帮到底有没有参与刺杀 将一切准备妥当过后 巴德主动约见了助理 本想在闲聊中搞点线索 可没想到黑老大卢克竟然直接出来兑现 不仅说出了巴德携带手枪的名字 还大方承认就是自己提供了狙击枪 而且手枪里的空刀弹也是他换的 随后巴德就被打晕关进了小黑屋 而此时他和刀疤脸层是战友的关系被人查出 潜入朱利亚住所拿走机密文件的事情也被发现 迪克和罗斯难以相信巴德就是警局中的内部 可事事摆在面前 短短一晚上 巴德就从人人敬畏的警察变成了嫌疑犯 伦敦警局全员出动 同时发布了关于巴德的全程通缉令 而此时的巴德才刚刚从昏迷中醒来 胸前的白色胶体还有手上绑着的胶带 巴德立马意识到自己被绑上了松发式炸弹 他赶紧死死按住引爆器不敢丝毫泄力 整个炸弹背心连接处都有触发装置无法拆除 简单观察一圈后 巴德意识到凭自己无法拆除 当街拦下一名路人电话报警 伦敦警察这次效率极高 很快数名武装人员就将他团团为主 只能掀开麻布露出炸弹 这一下上级洛林和罗斯更加慌了 很显然巴德已经被他们认定为恐怖分子 这里地处闹市人员密集 为了减少损失 罗斯一边呼叫拆弹专家 一边命令巴德转移到开阔地带 稍有突然动作就会当场击毙 与此同时国安部长老登也来到了监控室 通过摄像头监视着现场的一切 来到一处开阔的公园 巴德被武装警察360度包围 为了方便问话 罗斯缓缓靠近将对讲机放在地上 拿到对讲机的巴德不断表示 他已经知道高层中有恐怖分子的现任 可上斯诺林明显不想听他解释 认定巴德穿上炸弹背心 就是为了和警方讨价还价 不断诱导他承认刺杀朱利亚的罪行 可巴德绝不会承认没做过的事情 总警斯诺林表示遗憾 随后将现场指挥交给反恐指挥部静止离局 然而罗斯在证据面前 也选择相信这是一个背叛者最后的挣扎 妻子刚刚被带到现场 武装特警就收到了允许击毙的命名 好在紧要关头总督查迪克赶到现场 他早就对总警司安妮产生了怀疑 因为外界传言黑帮大佬在警局有炮杀 所以才会一次又一次地躲过警察的待遇 而这些案子大都经由安妮的手 可巴德的突然反叛又让他产生怀疑 于是给了巴德最后一个说出真相的机会 巴德知道国安部现在一定正在监视现场画面 特意加大音量告诉迪克 他已经找到了朱利亚藏起来的私密文件 现在就被他藏在浴室的灯后 得到文件地址的国安部长老登立即通知理查德 就在理查德迅速驱车前往的路上 巴德突然向迪克做了一个转换频道的手势 随后压低声音告诉迪克 我们的对话很可能被人监听 你现在赶紧派人去我的公寓 只要在门口守着肯定能够抓住那个人 国安部长老登看到手势立马意识到不妙 火急火燎的理查德来到巴德公寓 就在他推来浴室灯泡的瞬间 辣椒水果然酸爽 顶级特工也只能乖乖就范 得知理查德被抓 紧绷的巴德终于缓了一口气 而此时拆弹专家正好赶到 初步检查和火车上的炸弹制作手法一模一样 然而刚刚打开控制和专家就退了回去 此时总警督安妮也赶了过来 在得知拆弹风险极大之后 他立即下令让所有人员推到警戒线之外 而安妮的这一做法 立马让迪克意识到安妮想让巴德做替罪羊 巴德孤立无援地站在那里 他向妻子说了最后一声我爱你 虽然因为各种原因两人合不来 但妻子还是不愿相信巴德会是恐怖愤的 于是不顾阻拦跑到巴德身边当掩护 一味无辜平民进入爆炸范围 安妮也只能取消击毙命运 而巴德也不想就此坐以待理 他要带着所有人找到黑料证明自己的清白 安妮向麦叔汇报情况 他们已经抓住理查德 只要稍加审讯加点胡编乱造 就能够证明国安部参与了刺杀 然而没想到 不知何时麦叔和国安部长老灯竟然站到了一起 安妮瞬间明白 他们两人都选择了站在手上一面 所以迫不及待想让巴德做替罪羊 从而让黑料消失 但安妮这次却异常强硬说他会严审理查德 在妻子的护送下 巴德终于回到公寓 让妻子挖出埋藏的私密文件 以及被换空新弹的手枪 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他的清白 妻子将证据交给罗斯等人后 巴德提醒迪克 他身上的炸弹也是极其重要的证据 拆弹风险太高 拆弹专家只能遥控一辆拆弹车 首先第一步就是解放双手 先用剪刀剪开绑在拇指上的胶带 保持按压姿势的同时将垫片塞入拇指下方 将其中一边剪开的胶带固定在垫片之上 等到确定牢靠后才能松开按压的拇指 而接下来必须解除控制器本身 先按照专家的建议用鹤嘴钳分流电路 随后就看巴子够不够硬 好在剪断第一根黑线有惊无险 为了确保安全 在剪最后一根线弦 巴德要求附近所有人撤离现场 随着周围人员退开 巴德将钳子缓缓对准了红色电线 现炸弹没有爆炸 巴德不等狄克等人反应立马跳下危险 这一出意外 瞬间让国安部长和麦书如坐针毡 另一边的助理刚刚回家 巴德就已经躲在了阴暗角落 他直接开门见山地告诉助理 如果和我合作就能获得豁免权和证人保护 现在打电话告诉卢克 卢克不想反对帝国崩 他必然会找到内线对峙 为了自保朱莉只能乖乖照顾 可看到内奸的那一刻巴德震惊不已 谁能想到内奸竟然是总组斯洛林 劝他们说话的时候 巴德悄然快速前进 巴德直接一枪打碎耳朵 在手枪的威胁下 黑帮大佬卢克也只能乖乖就烦 洛林对于刺杀朱莉亚的事情供认不讳 让巴德成为朱莉亚的贴身保镖 就是因为他是最完美的替罪羊 这些年来他接受卢克等人的贿赂 相应的也会为其提供警方行动情报 这才让卢克犯罪组织多年来逍遥法外 然而朱莉亚不仅推行调查权法案 还试图将警方全力划给国安部 如果朱莉亚完成上述操作 那么犯罪组织将无所遁形 感受到威胁的卢克等人 先是认识了仇视政客的巴脸 在洛林的内应下 很轻易就知道了朱莉亚的行程 这才有了狙击枪刺杀案件 只是没想到完美的刺杀计划 竟然被巴德换 于是他们又再次施行了大学爆炸案 在洛林这位总警司的帮助下 卢克等人绕开安保 在演讲台下安放了炸弹 至于为什么是胡子哥上台出发爆炸 在他看来不过是一场恰到好处的角落 至于火车恐袭案和小学恐袭案 他们表示毫不知情 随着巴德身上的炸弹背心被取证 真相也随之水落石出 警方竟然在炸弹上提取出了女人弹的指纹 也就是说她就是制造炸弹的人 此时的内迪亚也不装了 嘴角邪魅一笑 大声说着这一切不过是为了所谓的圣战 他用自己高超的演技 让巴德主动泄露了孩子们的信息 炸死一位反恐英雄的家人 引起的轰动必然比炸死无辜入人强烈 而交给犯罪组织的炸弹 不过是正常军火满烦 至于指认理查德不过是为了混淆尸体 当真相浮出水面 关于首相的那份黑料也被安妮公布出去 在舆论洪流的冲击下 首相和国安部长都因此引就辞职 代理内政部长麦书则留下来稳定局势 不过还有一问 火车恐袭安娜迪亚被警方逮捕 随后被朱利亚移交国安部审问 那么他是通过何种途径获知消息 而触发炸弹的胡子哥难道真是巧合 贴身保镖 第一季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